球先生你想跟他复婚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他有什么优点吸引了你 吃苦耐劳 他在我家里顾家 吃苦耐劳 对这个家庭比较负责了 有没有觉得他哪里可爱 我愿意跟他聊一聊 跟他多相处一下 说得好 对吧 那我问问你 你在外面玩的时候 你觉得乐趣在哪里 都是讲好话的时候 不包括什么没有矛盾 在一个没有矛盾的环境 你觉得很开心 对 听起来似乎好像是说 他在限制你 在剥夺你的快乐 因为你在外面很高兴 他其实很纠结 很矛盾 他既觉得限制你 阻止你这些快乐 他觉得于心不忍 因为他知道你出去挺高兴的 他另一方面又觉得 他好像应该对你做些限制 原因是他只想说一句话 你在外面的那些快乐 是不是能分一点给我 你在外面高兴的时候 是不是能带我一起高兴 我们是两口子 日子是一起过的 你会给自己找乐子 你能去找开心 为什么你不带着我 不和我一起去找开心 这是许女士表达出来的一个很大的诉求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好像你的快乐 跟他 关系没有那么大 因为你形容的 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然后就 大家又没有矛盾的那个环境 好像总是没有他 我觉得这也是 你们之后 如果复婚了之后 要去努力的方向 你们两个人 怎么去找到你们两个人的高兴的事情 其实许女士 她不知道 她不会找 像你刚形容的 她吃苦耐劳 她顾家 她管孩子 她有很多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 但是 她在有些认知上 她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的丈夫相处 她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的丈夫 一起去找一个共同的乐趣 既然你想跟她复婚 既然你觉得这个女人 你还想跟她过下去 那么 你从情感上 你就要约束自己 你对情感要忠诚 她现在 她不相信 她在你心中到底有多重要 你对她是否有感情 而这个 需要你用感情上的忠诚 来去证明 男人呢 在这个家庭生活中 她往往呢 兼担着一些 挣钱啊 养家啊 这个传统的这些责任 她就有相应的一些压力 这些压力呢 她会用一种方式 去寻找宣泄 打点小牌啊 跟朋友们聚一聚啊 这也不算是个大事 还有呢 出去逛一逛 你看到公园溜一溜 这个溜不是坏事 在公园里溜的时候 你能够跟她一起到公园溜就好了 别让旁边有别的女人在旁边跟着溜 在这里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习惯 这很重要 还有呢 就是你说 两个人在谈场恋爱吧 但是呢 我们得了解一下 什么叫谈恋爱 两个人唠嗑唠嗑是谈恋爱 但唠嗑唠嗑 男人就要掌握话题方向了 说点笑话 逗逗老婆呗 你可以去逗别的女人 就拿点你的招 然后逗逗老婆嘛 女人啊 不管她是在什么样的年龄 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境遇之下 女人都有一颗渴望爱的心 所以呢 男人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好日子 就希望能把自己的爱给女人 那如果是接下来 你们要好好的过 而且打算复婚 那么女方自己也要调整一点 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你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最后 你想跟我过日子 就得听我的 很难的 就是你要听听她的 她要听听你的 两个人才可以找到 过日子的那种感觉 刚才你女儿呀 打电话 沟通的时候 说到了你的问题 然后你说 哎呀我感觉到 我没有这些问题 我察觉不到 大家都觉得 你在这方面有问题 可是你自己却察觉不到 所以需要你身边的人来提醒你 那最能提醒你的是谁呢 就是你的丈夫嘛 所以你需要听听你丈夫的声音 如果你们两个人吵 或者她跑出去 那你就要去想一想 哎 刚才我又什么话说错了 或者刚才我又什么 表达的不对劲了 然后我老公怎么又跑出去了 你越有情绪 那么你的丈夫呢 就越不愿意坐在家里 所以女人呢 在家里跟男人相处 最重要的是 要把自己的情绪呢 管理管理 二位好 第一 打牌 轻松一下 但是 看似轻松 实则 是无聊 是空虚 第二 和一些 其他的女人 去打情骂俏 哈哈一笑 球先生 我们知道 有个别女人 她可能 在和你的这种 轻松 愉快的交流当中 她真的就是逢场作戏 而她的那一份轻薄之情 和妻子的深情厚意 这种感情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你呢 你会去接招 是你自己 失了分寸 没了形象 如果你错了就改 错了就认 真的不丢人 妻子无比愤怒的 就是因为你 不知错 不改错 不纠错 比如说你离婚后 答应了妻子 不再和别的女人 发生一些情感的一些 纠葛 那请说到做到啊 你选择要复婚 说明你经过了思考 经过了比较 你认定了 其实你心里是有她的 你的后半生 是需要她的 你为什么 就不能够善待她呢 她痛苦万分 她给你打电话 而你是满心厌恶 反感 然后挂了她的电话 如果你不能够 在她需要的时候 去给予 安抚 付出 那么 你又能给到她什么 你的复婚 只不过 是你需要 许女士 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了 在婚姻 礼盒外的你 都是呈现出 眉头紧锁 愁云惨淡的 这样一副面容 你的字画像里 充满了悲情 充满了 凄苦 许女士 你能不能去想一想 为什么丈夫 她不愿意靠近你 她不愿意和你交流 如果你是阳光般温暖 如果你是春风般和煦 如果你有银铃般笑声 她可能会乐此不疲 她可能饶有兴致 如果你总是让她在 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不好受 感觉到被批评 被否定 被怒斥 她自然会往外跑 希望你能够学会 放松柔软下来 不要那么用力紧绷 也许幸福 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不期而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